钟院士 首先大家会非常关心的是很多的人们 我看注意到身边人们在议论的时候都在谈论的是 它跟SARS区别是什么 您最有经验了 这个答案是什么 我觉得跟这个SARS联系是很自然的 因为它这个病源也是属于冠状病毒的类型 那么SARS是冠状病毒的一种类型 那么中东呼吸中和针也是冠状病毒类型 那么现在出现的既跟SARS不一样 也跟中东呼吸中和针也不一样 因为它尽管有很多的同源性 但是它是一个跟它平行的 完全不同性质的一个病毒 当然在我看过病人 这病人的情况 发病的情况 白血球情况 胸偏的情况是有近视的地方 所以从在这个意义上 它们是有共性的地方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跟它相比呢 那我觉得这个病就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 现在刚刚开始 那么同时现在正在爬坡 所以跟在我们极其的SARS那个时候 那相比的话 传染性没那么强 现在毒力也还没那么大 所以至于以后会怎么样的话 那这个一个要看它的发展情况 另外也看我们如何的很快的控制病情 控制它的话 减少它的传染的话 因为传染的过程它逐渐的适应在人体的过程 独立会增加 所以现在这么比的话 我觉得这个从疾病的严重性跟传播力来说呢 两个还是有差别的 那接下来针对这个差别 我相信我们也会注意到一个数据 就是到现在为止 你看现在我们通过这个PPT能够感受到 1月19号的时候武汉市它的这个累计确诊病例198 但累计死亡病例是3 那么这个数生命的威胁性是远远小于2003年的SARS 还是因为我们积累了打SARS那场战役 有很多的经验 因此导致这个3这样的一个数字 就是不至于让大家太过担心 我想这个两个因素都有 首先刚才讲的第二个因素 这个肯定啊 因为现在一旦有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这个感染的话 我们确实积累了一定的纪念 有一些有低阳血症 我们很快的用上这个 不单是一般的养疗 或者说是用面罩通气 高浓度的养疗等等 这治疗的措施跟支持疗法 是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不能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疾病呢 现在是处于一个起始阶段 那么这现在的病死率呢 不能说明全面 恐怕还得看他这个疾病的发展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提高警惕的 当前这个情况并不能代表他的全貌 因为这个疾病刚刚开始 也处处一个爬坡的阶段 中院士另外还有一个 这两天呢 之所以引起大家更大的警觉 是因为一下子新增的病例 非常非常的多 那是由于我们采用了新的试剂 因此他来进行判断 包括检测速度更快了 更准了 还是也跟他病毒发生自身的某种规律 也有关系 同样是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 说的问得很好 同样也是两个原因都有 一个呢 就是说对这个新的疾病的话 各地的试剂啊 各方面呢 它有的有点不一样 所以在一开始的话 它需要有一个权威的单位 来进一步的印证 那这样的话呢 它需要拖一些时间 所以在有一段时间 它是比较停滞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也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为什么呢 我是昨天去武汉的 前天昨天今天 这个情况都有不同 所以现在呢 也在一定意义上 说明了 现在这个疾病 在局部的这种一个发展呢 是比较快的 中院士 接下来一个问题 就是涉及到了武汉 您也正好去了武汉 这次跟SARS去比较的话 是非常明确的 比较集中在武汉 而且像上海广东等地 都是输入性的病例 也都与武汉有关系 这对于防控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吗 您怎么去看待 武汉的这个非常明确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位置 对任何的这种 急性的传染病 出现都不是好消息 但是呢 这个是说明它一定的特征 那么在一定意义上 从流行病学来看呢 它不单是集中在武汉 而且的集中在两个区 这两个区呢 大概占了45% 那么这两个区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 所谓海鲜野味 海鲜市场 实际上我们在那看呢 这个相当多的并不是海鲜 而是野味 就是说这个野生动物 那么这个野生动物呢 目前从各方面的 初步的流行病学的分析的话 它实际上 这个通过野生动物 这个传到人呢 这个是比较大的可能 那么最近的情况呢 就是什么呢 这野生动物啊 就现在这个经过了 当地的政府 急急的处理 现在已经关闭了 但是的话呢 现在还是有出现 人传人的这个现象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现在呢 是应该是我们提高警惕的时候 也就是说 有这个人传人的话呢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一点 没错 周院士这块 正好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关于人传人 前几天的时间里头 大家还不能确定 那今天包括您刚刚开完 这个会议 针对人传人 现在的这个判断 是什么样的 过去曾经是有风险 或者是什么 现在是目前的这个资料表示呢 它是肯定的 有人传人 一个在武汉 是有这样的肯定的一些证据 同时在广东 有两个病人 他没去过武汉 但是家人呢 得了这个 在去了武汉以后 染上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那么回到家里 这两个人呢 这分别两个家庭呢 都染上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那么经过基因的 这个病毒的检测 是一致的 所以呢 这个现在可以这么说 是肯定的 有人传人的现象 钟院士 现在因为它是作为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 我们对它的了解已经到了哪个程度 离知道它的这个病源还有多远 我想现在对它的了解还是很不够的 我们只能够从原则上 第一 它是一个新型冠状病毒 那么它引起的一些症状呢 跟以前的SARS的有些是相似的 第二 这个病源 它的源头是什么动物 现在基本上还不清楚 只是从各方面的流行病学的调查的话 它是来自一个野生动物 那么可能性比较大呢 比如说像竹鼠啊 欢啊这一类的 现在从你们医学的这个专家的角度 包括整个医疗体系 是怎么去面对它 应该怎么办 而普通人应该怎么去防范 我想普通人来说呢 这个很重要就是提高警惕 提高对它的认识 因为现在在普通人来说呢 觉得好像还不是说 这个实际上是有些升级了 这个它的传染性呢 因为它的现在已经存在有人传染 同时医务人也有传染 那么这个我想关键的是这么几条 一个就是预防 预防不要得 那么不要得的话呢 是有几个 因为这个现在啊 大部分 绝大部分的是来自于武汉 或者去过武汉 所以现在呢 我的总的看法呢 就是没有特殊的情况呢 是不要去武汉 这个是很重要的 另外呢 自己现在在外地 自己呢 有了一些不舒服啊 或者感冒 就应该到当地的发热门诊去看 来必要的时候进行排查 那么自己有些不舒服的话 是要戴口罩 戴口罩呢 还是有用的 现在我听说呢 这个N95都脱销了 实际上并不一定非要戴N95 N95 因为这些病毒啊 它不是说这个单独的存在 它常常是存在在飞沫里头 那么飞沫的话 带着病毒的话 那么一般的口罩的话呢 外科口罩等等这些 还是能够阻挡大部分的 这个带有飞沫 在沾在飞沫上的病毒的 这个进入呼吸道 所以我觉得戴口罩还是有用的 最后就是非常简短的 普通人意识到了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 就一定要去进行这个医院去治疗 是发烧吗 现在啊 因为在冬季 这个暖冬 应该就说流感也比较多 当然光是发烧还是不够 那这有几个东西很注意 一个呢就是 这个去过武汉 或者说有家里边有从武汉过来的 那这是一个前提 另外自己有发烧 那这个呢就要比较警惕了 那这个情况呢 必须到发烧门诊去看 同时呢 必要的时候做这个核酸的检测 再说 那这个核酸的检测 大概是什么核酸的检测 还有这种核酸的检测 像画一样